这亲朋好友值得不得销毁死我们呀 值得是我们一山娶媳妇的 不值得以为您这入赘女婿呢 你这个说的可不对 我是看你有困难我帮你解决困难 另外我不想让两个孩子受委屈 那我得谢谢您 我看您不是上我们家来解决困难来了 我看您啊 您上我们家这忽悠我们孩子 要把我们家孩子忽悠到你们家去 俩孩子猪在你呢 跟猪在我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住我这儿送我们娶媳妇 住您那儿那叫入赘 你就为了掰扯这几个字 你就不顾孩子们的感受啊 那不一调 你还别在那儿调 人要脸树要皮 你说一大天来我告诉你 我们家一山就一倍打官官 我们也不当这个上门女婿 这话都扯哪儿去了扯远了 咱们这不跟亲家商量的吗 是商量吗 是商量 是商量 掩护了 吧 对iqu allied 诶 之前想陈哥 早安 一下枚 去 一起 riv 亲家 从目前这个条件看啊 你们让孩子 住楼上一室一厅我不同意 没事 我们老两口啊 你呀 让申子妈把话说完 这平房是自建房对吧 我理解这自建房就是违章建筑 那不一定 这房都二十多年了 这不也没拆吗 是 现在不拆不证明将来永远不拆啊 如果有一天政府要求把这房子拆了 那你们二位老人还有孩子 怎么住啊 那就是拆 还有拆签费呢 对 这违章建筑要依法拆除 您还要求国家给你拆签费 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咱退一万步说 就是给拆签费 能给几个钱 如果哪天政府真的下令 把这房子拆除了 咱们住哪啊 咱恨不能住大马路上去吧 咱现在马上就要商量孩子的婚期了 这时间紧迫 这房子问题啊 可不是短期能解决的 你们考虑过没有咱们怎么办 这 听她说是 对 那个清家 那 您有什么想法啊 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可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 那说吧 你说吧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为了孩子们的幸福 我觉得咱们谁家条件好 谁就多出力把力 对对 那么在房子这个问题上 我家条件好 我有个大三居 大女儿呢又不在家住 只有我和二女儿住 那我觉得这俩孩子要结婚呢 还有一家习惯 我家人会这样解决的 我家人得购乱 这三居 那边 那是 这什么时代了啊 谁还在乎这个呀 我们家就在乎这个 你们家不在乎这个吗 是是 这亲朋好友知道 不得销活死我们呀 还值得是我们衣衫娶媳妇 那不值得的 以为您招入赘女婿呢 你这个说的可不对 我是看你有困难 我帮你解决困难 另外我不想让两个孩子受委屈 那我不想让两个孩子受委屈 我得谢谢您 我看您不是上我们家 来解决困难来了 我看您啊 您上我们家这儿 忽悠我们孩子 要把我们家孩子 忽悠到你们家去 俩孩子住在你呢 跟住在我这儿 有什么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住我这儿 是我们娶媳妇 住您那儿 那叫入赘 你就为了掰扯这几个字 你就不顾孩子们的感受啊 那我不一定要 你还别在那儿调 人要脸 树要皮 你说一大天的 我告诉你 我们家一山就一倍打光棍 我们也不当这个上门女婿 这话都扯哪儿去了 扯远了 咱们这不跟亲家商量的吗 是商量吗 是商量吗 那要这么说的话 孩子这婚期真是没法定 要是这么说呀 我看根本就没必要定 我看也是 娶媳妇的都不着急 我们嫁闺女的找什么急啊 我们也不着急 不是 那个 盛子 咱走 那呀 姓家 咱们吃完饭再走吧 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啊 算了 不吃了 这也不是吃饭的气氛哪 吃了出门也得吐出来 走 我看也是 啥有心情坐这儿夹起夹起吃 有完没完哪 盛子 走 沈哥 庆家 庆家 庆 你要心疼身子 你就从这儿出去别回来 不是 我 要不你就跟着他们家人走 快 那 妈 您教室怎么了 不是说好了不多说话的吗 你不跟我说他们家有两套房吗 那什么两套房啊 一室一厅 我也加一个违章建筑 我的事您甭管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我不是为你着想吗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本来说好了静跟面商量一下婚期计划的 现在倒好了 整个一奔着分手去谈的 我有必要提醒你 朱一山的妈呀 那可不是擅长 我现在又不帮你捋顺了 你等将来你过了门 有你的好气是我 我不招他不就完了吗 你架不住他招你呀 你过日子嘛 哪有妈稍不碰过眼的 你要是跟朱一山有了矛盾 人家可是三个人 三个人对付你一个 你要是跟朱一山她妈有了矛盾 你跟朱一山的关系能好吗 你就是关系好 也得让她妈给你搅坏了 你们这些老太太 就是事儿妈 烦死了她 谁事儿妈 我要早知道这些具体情况 我不会让你们俩交往 你管我更谈不上什么谈恋爱结婚 不可能 妈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 我就是要跟朱一山在一块儿 师傅 麻烦前边靠边停一下 好嘞 你干吗去呀 我去单位 叫为了去朱一山家 我连工作都耽搁了 晚上回家吃饭啊 不吃 不吃就不吃我还求着你呢 你是要你妈 你还是要生子 我还不信呢 你没这个丫头骗子活不了 我离开这丫头骗子 我还真就活不了了 我离开这丫头骗子 我还真就活不了了 不是 这身子是身子 他妈是他妈 我决定了 我要和身子集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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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妈 我不是那意思 这 这棒儿子 我算是白养你了 我是白疼你了 不是 妈 我不是那意思 不是 妈 咱这不是谈判的吗 您哭什么呀 不是 妈 您之前不是同 不是 爸 赵阿姨 今天来呢 我是代表我的父亲和母亲 向您道歉的 那天是我们家错了 什么错不错的都过去了 您要生气的话这么着得了 我给您磕一个 别别别 别 别见 别这一门你 这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你们要不提我都忘了 坐坐坐坐 一山他爸妈呢 想请您周五过去吃个饭 周五特意让我们过来 陪您过去的 哪有这么情人的呀 提前三天打招呼呢 那叫请 你这当时就给拉走 这叫低喽 妈 你刚才不爱好好的 你这会儿怎么又来劲 不不不 阿姨说得对 阿姨 其实我妈好几天以前啊 就让我过来请您了 是我不敢 让我认错了 我 我 谁错了 我错哪儿了 她不就是赵慧玲视了眼吗 我让医生探认这么个岳母 完了 去去去 一个呼叫蛮缠的岳母 这边是一个耗吃烂多的媳妇 行了 行了 少说两句吧 现在这都什么时代了 不能要求身子太多 那不一定 什么时代她都得讲理不是 我就想问你 赵慧玲她要是养一下儿子 她能找一她那样的岳母吗 我跟你说 这医山说了 说了两人结完婚以后 外边单过去 我告诉你 这就是赵慧玲的主意 这你生什么气 我看挺好的 省得那身子过了门以后 这吃不惯的 那接受不了的 再这说了 就您老人家那脾气 当过当过吧 你就不替医山想 这孩子从小到大 这家伙事她能干什么 这俩人出去当过 过来过去过得最后 还不是累咱们儿子吗 心疼医山 你呀 要是真心疼儿子 今儿个啊 咱们就跟赵慧玲 高高兴兴地把这顿饭吃了 听见没有 儿子结婚呢 那是大喜事 咱们都高高兴兴地 别让孩子不开心 行吗 赵阿姨 我是真爱神子 我保证以后全听她的 结婚以后 我不让她干一点家务活 而且阿姨我跟我们家人 都已经说了 结婚以后 我跟慎子我们两个单过 你妈同意了 我现在去见朱医山的父母了 冰箱里有素冻饺子 中午凑合一下啊 晚上回来咱们再说你们的事儿 好 别人了 宝贝 你去哪儿 我来啦 坐坐坐 来来快儿请坐 请坐 准备请坐 好 爸好 阿姨好 师父好 好好好 坐坐 你请上坐 好 来来来来来来 我就不客气了 您快坐 快坐 快坐 欢迎点啊 一山这孩子真懂事 你说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呀 打个电话我自己就过来了 还跑不去接我去了 小妮这话说的 让孩子跑一趟那算什么呀 全是 我呀 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 我就先点了点 你看这是菜谱 您喜欢吃什么 您就点 吃什么都行 今儿吃饭不是目的啊 为孩子的事来的 对 对啊 最近挺好呗 挺好 挺好 您呢 我也挺好的 好 那就好 我跟你说呀 我就不是那多事的人 咱们那一篇翻过去了 你还让一山来给我道个歉 我接着 这一叶咱就翻过去了 咱们就是为孩子好 只要孩子好 咱老的没那么多事 是是是 道歉 道 喂 诶 服务员 上菜